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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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回来一集的自然自愉周机 今天呢 哇 这个车位车月轮的车位是否改过什么 猜开了 好 多謝師兄你這輛車給我駕上一集 如果大家還沒看上一集的試騎日 記得去看這輛Euro 750的試騎日 哇 壞臉 哇 原來Monkey的兩輛插槽都蠻粗的 因為我最近駕駛600 我手感上捏著這輛車 好像相對沒有那麼粗 原來Monkey這輛車也蠻粗的 因為上次師兄借了一輛 上次看影片時 師兄借了一輛750的Sight Car給我玩 之後他駕駛黑色Monkey轉我後面 現在回程我就交了一輛這麼沉重的Sight Car 現在給他駕駛了 因為我還沒駕習慣的確是有點害怕的 是的 今天跟大家回味一下 我們上當年 也不是很久之前 其實也是過多月前 還有Monkey這個 試騎一下一輛 我猜師兄這輛都是跟我差不多年份 為何這麼順暢的車 好像相比我那輛 是否因為我之前保養得不太好呢 我感受到這輛車的引擎位置 比我以前的Monkey還要順暢 是否因為我以前的Monkey改的電腦 會不會有關係呢 真的很輕身啊 真的 我很久沒有…唉…唉… 先調低鏡頭先 他要拍到Monkey的前身 師兄…還有這個 哇…這輛車很細心 師兄加了一輛巴 這輛車可以安裝水 真是不錯啊 這輛Monkey和我的Monkey有甚麼不同呢 他欠甚麼輪胎呢 好像是否… 都是菠蘿胎呢 我沒有看…待會看看 這輛車的喉 跟我的喉 即是上當年的小Monkey的喉 有點不同 上當年的小Monkey的喉 我特地在外國運回來 好像香港很難買的 香港好像沒有人買這輛 這輛喉 當時我是用Shayoshimura的RS-3 它是專門為Monkey而設的 而這輛車是用了Akropovic 這個牌子 Akropovic 的牌子 我希望沒有讀錯 我一時間忘記這個寸法 因為很多不同的車款 頭都有一些 你聽得出這輛是沉實一點 和響一點 即是Sharp一點、清晰一點 容許我… 為甚麼可以這麼順的 這個油門 是否我不習慣呢 其實我以前的小Monkey也是這樣 不過我近快駕駛600 的引擎比較強 我好像… 嘩 師兄你的駕駛很強 真心的駕駛很強 和Monkey 它的響安位和指揮燈位 是相比一般車調轉的 我600RR 指揮燈是相對在上面 響安在下面 但它是調轉 所以我記得我剛剛… 每一次駕駛小Monkey 和600RR之間調換的時候 是很容易搞錯了 就會… 嘩 嘩 嘩 好懷念 嘩 師兄走過多少公里 看看 一千九百四十四km 這輛小Monkey 仍然是… 尚算新駕駛 因為我非常疼惜它這樣駕駛 我回想回 其實我以前駕駛車 真的不像以前的 即是現在還駕駛車的 其實 師兄過不過度? 嘩 師兄不見了人 等一等 它的座高是… 對…差不多 輕身 一百一十kg 是這個感覺 我接下來有機會 如果可以有幸 可以試騎到 有一架叫做… WR250 它應該都是這個重量 但就更高一點 那我正在代入這個感覺… 對不起 因為我不是在一波 哈哈 嘩 這條喉比我本身那條還要厲害呢 嘩…好懷念呀 但不是的 我們的頻道都要向善看的 既然我們有一段 可以懷念 LONKEY125 的自然治愈週記的話 我們就不如今天 順便說說 我們的頻道 未來的去向吧 因為我都在想 其實剛剛試騎完之後 回到這段路程 可以說些甚麼呢 嗯… 是的… 我都未想到 但我們未來的頻道方向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這段影片出的 應該是上一個 或者上兩個星期的直播的話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都會 刻意看那兩個小時的直播 但純粹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心目中 已經大概有深水 下一輛車是甚麼 而那輛車應該也挺有趣的 因為想回頭 作為一個YouTuber 某程度上 我選擇的車款 就很決定 大家會看的車款是甚麼 例如我選擇了一輛Vespa 大家接下來 就會不停在那段期間 我大部分自然自語周忌 或者未來的每日馬路趨勢 都是看著一輛Vespa 考慮到這一點 其實我本身選擇的車款 都應該有影響大家 每一次看上去的觀感上 再加上我駕駛上的樂趣 和大家總結一下我曾幾何時 和大家說過我會想考慮Vespa GTS 300 我仍然覺得它的樣子很美 其實真心 但未必會是優先考慮 而另外Rebel 500 其實它也是一輛 在我的定位上 如果我是由東涌出油麻地 平時代步的話 Rebel 500cc 的引擎 簡直是perfect fit 它代步得來是巡航車 相對地坐姿 起碼不是跑車那麼辛苦 以及Rebel 500cc 的樣子也是OK的 這件事我已經說了很多很多次 其實Rebel 是一輛完美定位的車 如果是以我的背景 即是住和上班的地點和通勤 但是有另一個考慮點 就是始終我會和大家拍片多 如果我真的買一個Rebel 500cc 回來的話 其實它就是完美地符合了我的通勤代步功能 但是在玩樂性上 是相對地降低了很多的 而Rebel 500 如果大家要覺得有樂趣的話 可能就要在改車地步 才會大家覺得有樂趣的位置 所以 我們接下來 應該就會有另一輛車出現 它可以符合到我們代步上的需求 再加上玩樂上的樂趣的需求 因為我相信那輛車款 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它可以讓我玩一、兩年、三、四年 我都有機會未能發揮它的功能最大 因為那輛車的玩法 相對地是好看我技術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Channel 原來在2020年 不是2022年之後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是的 今集的自然治療周期 就大概去到這個位置 因為這條這麼長的路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看 我都猜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是的 還是多謝師兄 他故意借他的三個車輪給我駕 再加上借他的Monkey 給我駕 我真的很想念這輛車 你見不見 靈的所有東西代表什麼 這輛車很乾淨 所有我過往的傷痕不存在 單缸一染絲絲 未來單缸變成再大絲絲會怎樣 今集就先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集 多謝各位在這兩三年來一直支持 現在我們的頻道應該被迫 開始轉到另一個狀態 除了大家看到我臉皮厚地 不停地和大家做打機直播片之外 我們在電單車上的性質 應該都會增加一些樂趣 是的 600RR就會徘徊多我們一段時間 但是很有機會 它都會被新的車取代 我知道有些觀眾都會說 不是呀 你買600RR我真的很傷心 我明白 我明白 是的 但是 你讓我沉澱一下 之後 我最終得到的答案 都是決定要這樣走的 所以 就是 多謝各位收集 大家喜歡的可以Like影片 和訂閱 如果可以的話 請多點Like影片 這個東西幫到我很多 原來在YouTube演算法上 是的 多謝各位收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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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下次再見 ô